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24号在亚塞拜然落幕 全球将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挑灯业战 终于敲定 富裕国家承诺每年金元贫穷国家 至少3000亿美元 大约是9.8兆台币 来应对全球暖化危机 全场掌声响起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24号通过一项气候融资协议 富裕国家承诺 每年金元贫穷国家至少3000亿美元 大约是9.8兆台币 应对全球暖化危机 迟程到2035年 大会原定22号晚上落幕 不过全球近200个国家难以达成共识 开发中国家代表多次份额离席 直到24号清晨终于敲定 不过部分开发中国家依然不满 尽管高于过去的1000亿美元 但远不如他们要求的1.3兆美元 另外大会也通过另一项协议 允许富裕国家向开发中国家购买探权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 各方意见不一 会场外头不时见到环保团体抗议身影 环保人是用胶带贴住嘴巴 象征无声抗议 还有人扮成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澳洲也有环团花车独木舟 包围一艘进港玉莓的货船 上百人被捕 林幽润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